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放计目的场地了 所有人类的学科都以哲学作为一个根基 所以它是放所有学科计目的这么一个场地而已 那么其他的学科除了这个三个之外 数学逻辑和哲学之外 其他三个其实都是从假设开始 都是从学术假设开始 你比如说像经济学 还有关于经济人的假设 人类不要认为那个最一定是真理了 它都是从一个假设开始的 然后发展出来 所以的话它是随时在发展的 它是随时在不断的证伪 我也认为了我们的佛弟子呢 可不敢那么愚蠢 可不敢那么愚痴 好多人呢 他讲那个去讲什么国学呀 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没有了 乱讲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 我们需要一些 就像搭一个玩具 儿童玩具用计目一样 我们需要一些基础的支撑 对吧 哪一些基础支撑呢 无论就是数学 逻辑和哲学 数学是第一块计目了 数学为什么呀 因为数学可以量化 比如说你看管理科学它无论就是四句话呀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简单的事情数据化 那么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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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已经量化的事情呢 能够把它这个模块化 这样子呢 当然这个效率就会很高啊 我们看 画实在 在学科上面能够有一个跨越实力进步和提升的 这些真正的学者 那么它一定是 一定是活的 活的知识 鲜活的知识 能够改善 改善这个生产效率的 这样子的 这个呢 才是比较 比较靠谱的 对吧 所以呢 数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 这是第一块计目 因为它可以量化 可以量化 还有呢 就是逻辑了 逻辑了 所以一定要逻辑上要通 这个要分两个方面说 那个逻辑上要通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 因为逻辑本质就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嘛 人类的理性思维嘛 所以 为佛弟子啊 可千万不敢迷迷动动的 就就就就一味一味强调 哦 这样那样 然后呢 你首先逻辑上面 你没有说服自己 那个信仰是不坚固的 你以为佛是一个神 我如果我信呢 我的愿望就会实现 不是这样子的呀 你首先要从逻辑上面 要能够先说服自己心悦成福 这个是一个理性思辨的人应该要做的一个基础 当然 佛法本质上它是超越这个层面的 它是不可以量化的 它是鲜活的生命智慧 但是在基础层面 我们是可以来思考它 来推理它